三月十母的说法对吗? 三月十母的说法有着一定的科学性, 因为孩子的视力到了三个月大的时候, 才能够基本发育完成, 才能看清楚妈妈的模样, 而且记忆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, 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准确, 因为每个宝宝的发育情况不同, 所以认出爱妈妈的时间也不太一样,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, 宝宝认出妈妈,会有一定的表现, 宝宝有这些表现, 说明已经能认出妈妈了, 一,见你回来就要抱抱, 当你从外面回来的时候, 小宝宝看到妈妈, 哭泣的小脸瞬间被笑容取代, 向你张开双手做出要抱抱的行为, 而且会表现得异常兴奋, 当你睡醒的时候, 有时候会看到旁边的小宝宝, 微笑一咪的看着你, 这就说明宝宝已经能够认出来, 而被别人抱着的时候, 不愿意,宝宝不认识人的时候, 谁抱都可以, 谁抱着宝宝都会笑, 但是到了宝宝能够认出妈妈的时候, 被别人抱着的时候, 宝宝就开始不愿意了, 开始挣扎着, 或者用哭闹来表达自己的不满, 而且小眼珠子还得累, 往往地看着妈妈, 希望妈妈能够把自己夺回来, 三,听到你的声音就转头, 这边宝宝正哭着呢, 妈妈摇摇的一声哭话, 立马让孩子止住了哭声, 因为宝宝在胎儿时期, 体力就已经发育了, 在孕中期就能够听到外界的声音了, 所以对于妈妈的声音是十分的敏感的, 所以我们的新生儿宝宝是完全可以通过声音来判断是不是妈妈, 三月十五的说法对吗? 宝宝有这些表现, 说明已经能认出妈妈了, 拎到三个月的宝宝, 可以说是最难带的, 因为这个时期的婴儿, 职业不认识, 只知道哭闹, 而且失手很高, 宝妈就刚经历过生产, 身子还没完全恢复, 所以带来的劳累和痛苦, 也是外人不能理解的, 但是当宝宝有这些表现的时候, 宝妈内心应该会欣慰很多, 因为你的努力并没有白费, 祝愿我们的小天使都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